恭喜广州恒大主场3比0战胜大连一方,所谓的一箭之仇的爆,正如一方主帅舒斯特尔所说,球队目标就是保吉,全队已尽全力,目前跟卫冕冠军之间却有不小差距, 一方四番0-3环战,剩下六轮比赛,仍然争取早日拿到足够的保吉分数,留得青山在,不怕煤柴烧,冬季引员补强是重点工作,必有多名大连级球员归乡效力,恒大重情重义的连级国角,于汉超、李学鹏们,能否归来,或许9月29日晚一战,大连球迷对球员球品又有重新认识, 不论当初以何种方式离队,毕竟在各自角度,都有他人所不知的困难,做人应该换备思考,场上职业球各位起主无可厚非,但大连球迷痛心,得不是0-3惨败,输给七连贯得主不丢人,首轮0-8输给上岗,有何输不起? 大连球迷纠结的足球情怀,金元足球冲淡了许多东西,但有的东西仍千金难买,冯萧婷冲上去怒对盖探,并且跟劝开前恒大队友,的琴声发生肢体冲突,这令大连球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没错,是冯萧婷,球衣上大大的6号格外刺眼, 有恒大球迷认为,大连球迷是因为冯萧婷攻门,致木谢奎打进一个乌龙球,才看冯萧婷不顺眼,完全荒谬,大连球迷绝对有心胸,各类起主表现好,应该替他高兴,这道理谁都明白,但他跟家乡球队这样态度就非常令人失望,虽然他已成为广州市民,但总应该,有绿叶对跟的情谊吧,再看看另一名连级球员李学鹏, 在比赛中全力以赴,边路进攻给一方制造很多麻烦,帮助恒大取胜的赛后,他不忘跑到大连球迷驱卸场,恒大众将带着胜利的喜悦退场,李学鹏却有一种家乡情怀牵引,只见他一开路障,坚决向大连一方的看台方向跑了过去,队友黄波文在身后满脸惊讶,的表情反衬出他的坚定与智者,当大连球迷看到李学鹏跑来时, 一些球迷以热泪盈眶,那种感觉很奇妙,也很自然,球迷都有自己的足球情怀,李学鹏卸场,大连球迷驱给予了他掌声,掌声是对重情重义好男儿的肯定与鼓励,球迷离界每名离家踢球的球员,赛后卸各场见各面,听一听熟悉的家乡口音,就已满足, 许多球迷希望俱乐部东窗演员考虑李学鹏与汉超,当然难度很大,需要两家俱乐部之间协商以及尊重球员本人意愿,不论能否回归,大连球迷都支持,而另一人,已不可能回归效力了,他已踏上不归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学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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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